熄灯后,男人有这四个反应,说明他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一,你想跟他过夫妻生活,他不是拒绝就是装睡 男人可以白天跟你假装恩爱夫妻 但是到了晚上,男人的身体是很诚实的 如果他心里有了别的女人 一是他对你已经很嫌弃 二是他的精力已经在外面用完了 回到家面对你,自然就没有那个心思 而且一般这种气劲,男人比较主动 如果你主动提出,但是他却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 甚至在预感到你会提出要求时,提前装睡 就算是不得已同意了,也是俯言了事 不重视你的感受 二,对你的示爱表示抗拒 一般而言,男人比较主动 但是男人不主动,女人也需要的时候 就只能女人主动 如果女人主动向男人示爱 但是男人百般推诿 不是说白天工作太累了 就是在感受到女人有此想法时马上装睡 这个时候,女人心里落差很大 能明确地感受到男人的冷漠 三,你想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想要小孩 合法的夫妻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有一种男人就是害怕你怀孕 尽管你们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是还是会做安全措施 这样的男人要么就是讨厌小孩子 要么是不想未来有你 不想到时候一脚推开你 却还有一个累赘 这样的男人对你不是长久的 四,你抱他的时候 他会吓一跳 搂得自己心爱的女人入睡 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女人呢,希望躺在男人宽厚的臂弯里 感受来自男人给的安全感 如果关灯以后 男人没有任何动作 女人慢慢靠近男人 触碰到男人 或者是从背后抱住他的时候 会感觉到他受到惊吓的样子 多半是他心里有鬼 一般而言 他应该享受被自己女人需要的感觉 但是如果女人抱他的时候 他特别心虚,很不自在 是因为他心中有别的事 在想别的女人 害怕自己露出什么异常 或者是突然被打断 受惊的样子 越走越浅的是爱情 越走越急的是岁月 越走越慢的是希望 越走越多的是年龄 越走越少的是时间 越走越长的是远方 越走越短的是人生 越走越远的是梦想 越走越近的是坟墓 越走越深的是亲情 越走越明白的是道路 越走越糊涂的是方向 越走越大 越走越闻 越走越下